接着跟大伙聊聊2019年那些赚钱和扑街的外国电影 说起最赚钱的电影 那必须是《复仇者联盟4》 制作成本3.56亿美元 全球票房27.9亿美元 成功超越阿凡达成为了全球影史上的票房国军 《狮子王》由奇幻森林的导演乔恩费如构思并知道 翻拍自迪士尼经典动画《狮子王》 这是一部真人与CG结合的电影 制作成本2.6亿美元 全球票房16亿美元 要说最近哪部影片最热 那必须是小丑 这部制作成本只有5500万美元的电影 全球票房高达10.6亿美元 让DC一夜之间就嫌疑翻身了 继逃出《绝命阵》之后 乔丹皮尔指导的第二部影片 《我们》依旧延续了他之前的风格 影片积料灰暗 故事清洁离奇惊悚 这部制作成本只有2000万美元的影片 在全球收获了2.55亿美元的票房 鬼才导演昆廷塔伦迪诺 指导的剧情场面《好莱坞往事》 虽然汇集了布拉德皮特和小李等众多大伙明星 但制作成本并不高 只有9000万美元 但全球票房高达3.72亿美元 可以说赚的是盆满钵满 由基努里维斯领先主演的《急速备战》 是《急速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 虽然基努里维斯在动作戏中的表现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但这部制作成本只有7500万美元的影片 在全球收获了3.26亿美元的票房 老将出马一个顶点 不服可真不行 由派达蒙影业出品的传记影片《火箭人》 讲述了钢琴神童爱尔顿约翰早年间的经历 制作成本4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1.95亿美元 不得不说 名人效应还是很厉害 由吴甜敏 詹锦夫·洛佩兹 朱利亚斯·蒂尔斯领先主演的犯罪喜剧片《无举大道》 制作成本2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1.56亿美元 这部当初很多人都不看好的影片 由于故事精彩又励志 完美的逆袭了 说完赚钱的 下面再聊聊那些很用心的却赔钱的电影 X战警《黑凤凰》 自上映以来恶评如潮 空洞而不合逻辑的故事 人设的失败拖沓的节奏 乏味的对白 使这部制作成本高达2亿美元的影片 最终以2.52亿的票房惨败 亏了一个多亿啊 这对于刚刚以713亿美元收购了福克斯的迪士尼来说 无疑是个坏消息 由汤姆·霍博指导的影片猫 改编自著名的同名音乐剧 但这部影片的命运却没有音乐剧那么好 首款预告片刚放出来那会儿就恶评如潮 直到影片正式上映 这差评就没有断过 制作成本1亿美元 全球票房只有1090万美元 至于赔了多少钱 大家自己算了 终结者《黑暗命运》是詹姆斯·卡梅隆回归后的作品 故事延续了经典的第二步 但剧情太老套了 虽然请来了施瓦·辛格和林德·海米尔顿还是无理回天的 制作成本1.85亿美元 全球票房2.6亿美元 跑去宣发分账等之处 这次可赔了不少 由华大兄弟公司出品的剧情场面《金赤雀》 是一部口碑票房双双失利的电影 刻意的说教以及牵强的隐喻 导致这部制作成本4500万美元的影片 只获得了990万美元的票房 可以说赔的是稀里哗啦 李安的《双子杀手》前段时间在国内上映 这部运用了120帧加3D技术拍摄的影片的剧本 居然是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 由于故事老套 最终导致这部制作成本高达1.36亿美元的影片 只收获了1.73亿美元的票房 据说由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指导的影片 李查德·朱约尔的哀歌要在国内上映 据说这部影片在圈子里的口碑非常好 但在国外的票房却不是很影响 目前为止 这部制作成本4500万美元的影片 只收获了950万美元的票房 希望在我们这儿能有不错的表现 由目光女孩科里斯汀·斯托尔特领先主演的影片 《霹雳娇娃》 自上映以来口碑一路下滑 跟2001年刘玉玲那一版根本就没法比 制作成本4800万美元 全球票房5700万美元 杂七杂花的费用算下来呀 赔的可不是一点半娘 动画片丑娃娃估计没几个人看过 针对这部影片的介绍也少得可怜 制作成本4500万美元 全球票房3200万美元 赔的是转干毛巾 描写二战的影片 《决战中途岛》 由伍迪·哈里森和招魂的 男一号帕特里克·威尔森领先主演 制作成本1亿美元 全球票房1.02亿美元 据说这部影片是最贵的独立电影之一 口碑也非常好 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 最后还是赔钱了 法国和德国合拍的动画片 摩笔小子大电影 制作成本4000万美元 全球票房1300万美元 此片开画的首周 只拿下了66.8万美元 可以说是史上最差的开画票房之一 跟那个什么丑娃娃一样 听都没听说